明年的311將是東日本大地震的10周年 同時也是觀光局大力宣傳的自行車旅遊年 而為了紀念日台友誼 有一群日本地方政府駐台灣的職員 發起了自行車環島的活動 展開891公里的場征 日台友軍站 站 站 不畏天寒 參與者精神抖擦準備出發 他們即將要展開自行車環島活動 第一站從台北出發 在台灣居住 派遣在日本的地方自治體 大家一起去台灣回到台灣 希望能夠更加深入日台的交流 所以我企隔了 2021年是311 東日本大地震10周年 為了感念鞏固日台友誼 一群日本的地方政府駐台職員 發起了自行車環島活動 而台灣的觀光局也展現高度誠意 請來歐雄組長來駐政 我們非常感謝日本在台人員有8個縣市 他們自發性的來發起 等於是一個日台友好的環台自行車的活動 這一方面也是幫我們行銷2021年的自行車旅遊年 參與者身穿日台友情年以及自行車旅遊年的紀念衣 環島行動為期9天8夜 全程要騎891公里 而這一次的行動要為受疫情之苦的日本加油打氣 並且擴大日台雙方的地方交流 再次新聞台北報道 再次新聞台北報道 還有 Doug